早幾天有朋友突然決定來香港 我到處跟他搏酒店 因為剛巧在灣仔會戰上教我什麼鬼 皮革剪還是什麼鬼 很多酒店都滿了 我打了十幾二十間 在灣仔尖沙咀找到一間很窄的酒店 都要一千元一晚 我想說的是什麼 我打了電話的時候 我留意到十個 reception 有八個他都會說一句說話 就是這一句 我怎麼讀呢? 他會聽到 Hello, Can I help you? This is an ABC Hotel Can I help you? 問題在哪裡呢? 聽到 這裡我會聽到一個 好像 T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為什麼呢? 我們當U 前面有一個T音 我才會聽到一個 好像 T T T Can I help you? 就很奇怪 因為前面根本沒有T音 因為前面根本沒有T音 為什麼呢? 我們當T音 擁有一個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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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方式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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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收藏的 如果後面有一個 you 的時候 我會聽到一個 can I help you Hello can I help you 我會聽到一個 譬如 pue,pue,pue 而不是 to 不是 to,不是 to Can I help you 如果前面是一個 s 音的話 我們會用什麼呢? 如果前面是一個 l 音 例如 will you 我會聽到一個 l 音 Will you do something Will you do something 如果前面有一個 d 音的話 一個 voice 的 d 音的時候 我會聽到一個 Would you,would you,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would you like to do 什麼鬼 所以前面有不同的 consonant 的時候 前面的讀法 都會有一點不同 所以不要每次都要去 聽起來就會很古怪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hyper correction 的東西 就是 remember 就是叫溫過症 好了,那留意一下這件事 尤其是酒店業的朋友 好,先說到這裡